这个嘎塔箱是一个纯木叶箱 所以这些帐篷也是他们平常放木使用的 因为有这么多受灾的群众安置转移点 现在有4200名群众是妥善地安置到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帐篷有蓝色的和白色的 蓝色是昨夜精神紧急掉付的 而带了一定的影响 而现在整个救援指挥部呢 就是有关地震当中的紧急的救援物资 也是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好的 谢谢城前 当都市和丁青县的救援队员呢 也是紧急搭起了几十地长拍镜头 可以看到整个嘎塔箱 现在也是成为整个受灾最大的一个 驾的石头是滚落到对面 而当时有一些这个在山上放木或采集丛草的 这个牧民呢也是受到一些影响 而在整个这个丁青县5.5级地震当中 总共有69人受伤 其中有68人就是在嘎塔箱 目前呢有8名受重伤的人员 已经妥善地安置到昌都市人民院 而在今天下午呢 还会有4名重伤人员转移到昌都市人民院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整个这次地震给当地交通带来的情况 我们通过一个图可以看到 在嘎塔箱周边的这个食物 包括他们喜欢的这个沾巴呀 苏油茶呀 熬茶等等 而我们通过当地县干部在地震当时拍摄的一段视频 可以看到 在5.5级地震发生的时候 整个嘎塔箱因为是一个山区 所以震级还是 它的受证的情况还是比较大 一块非常大 在5.5级地震当时拍摄的一段视频